现在央行祭出了史上最重的打臭房 那现在究竟我们该留意哪些族群又该怎么预防呢 之前房市跟着台积电盖场商业期上 但是台积电还是会继续盖场 后续台积电设备股可以注意哪些 今天的节目都会告诉你喔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方寅 让我们欢迎高朔恒分析师老师好 欢迎你好 我是高朔恒分析师大恒 老师现在央行祭出了史上最狠的打房 那现在究竟我们该怎么灵活的调整资金房举变盘呢 很多人这一次都是因为打房的关系 开始觉得很紧张说 啊我买房到底要怎么办买房怎么办 那这一次为什么央行要这么严厉的打房 主要就是因为之前有没有听到很多的新闻说什么 很多银行啊房贷都要排队啊 银行可能房贷已经水位满啦 然后可能要现贷令啊什么什么什么 之前的房市新闻真的太多了 结果那时候有没有 现贷令好像快推出之前 我们的营建股就下沙了一波嘛 结果发现现贷令没有推出 结果营建股就冲高了 那时候什么海月有没有 有没有星巴巴有没有 爱三菱有没有 这些股票其实都涨得很凶 那时候大家就觉得房市怎么这么旺啊 我一定要赶快赚一下 就算没有赚到房市我也要赚到股票嘛 那这一次为什么房市会涨这么凶 主要就是一个台积电效应 很多房市的上涨涨幅都是跟着台积电去走 像有没有看到桃园苗栗甚至到中科南科 甚至到嘉义 这时候最新好像投入是最高 叫做嘉义泰宝嘛 那是为什么叫做加科园区嘛 主要就是因为挖到那个什么 古迹的关系 所以后面开始延宕 可是那时候传出要去加科设厂的时候 哇房价涨到一个不行欸 泰宝直接从十几万涨到三十几万 涨得超级多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投入房市 然后股市的资金可能就开始被吸纳 有没有看到最近的成交量 好像比较少一点 其实最主要的部分 就是因为有很大部分的资金到了房市 那房市之后 这次央行就觉得说不行了 我们已经从原本 可能大家要购物置用住宅嘛 然后部分做投资可能还OK 可是到现在 有点变成炒房的疑虑的时候 央行就开始要打房了 那央行这次最主要就是要用 升准不升息 升准就是调升存款准备率 调升存款准备率 其实对投资人有什么影响 对银行的影响是最直接 银行可能原本的一百万贷款 他可能存款准备要拿出 可能多一部分的资金 做一个存款准备 现在存款准备率调高 就表示他要拿出更多的资金 那可以拿到房贷金了 会不会变少 对就是变少了 变少了 所以这一次就是让 这一次就是从银行先下手 让银行去控制他们的资金 让他们主要可以贷款资金变少 所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要发放一个房贷政策 有没有看到 我这次特别列出来 明确的房贷政策就是 这几项 那这几项大家如果有买房的 自己注意一下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因为我们讲股票的嘛 特别给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那这次央行最主要就是因为 他要说给投资客一个教训 不是想太多了就太多了 这就是打草房打投资客 这是央行最主要的政策目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是首购族 你名下没有房货房 其实不会影响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如果你真的是首购族 所以这次如果你可能像 很多新年朋友嘛 他们可能想要成家嘛 想要买第一栋房屋 其实不会有什么影响 只要你名下没有房货 其实是没问题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这次主要是针对投资客 那这次买股票的话 你到底要注意什么 我们这次讲到重点了嘛 买房 第一个房市的成交量已经开始转型 其实这两个月房市的成交量已经开始下降 而且你要开始注意 房市是不是有违约的情形 违约的情形不只是从银行开始有些预售屋 它可能跟预售屋的建商签合约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有违约的情形出现 如果这种违约的情形就已经开始出现的话 大家要注意一下 第二个是市场推案量是不是有点下降 这其实关乎到如果违约情形上增 那些建商还是可以把这些房子拿出来卖 那他可能库存很多 他就不会去盖新房子 所以当这些建商不愿意去盖新房子 市场推案量下降的时候 可能就是有风险的咯 第二个是银行 银行因为我刚刚讲存准率 存准率调降之后 银行可能贷款金额变少了之后 银行风险上升 是不是有可能带动违约率的上升 他不愿意继续带给你这么多 可能宽限给你收钱 等等的 都有可能造成银行的违约风险上升 最后就是我们要看到股市 因为如果这些违约风险上升 有些人还不出钱他会怎么办 他是不是如果手上有股票他会怎样 拿米卡卖股票 卖股票就还贷款 对卖股票还贷款之后 这些股市可能承受的卖压比较重的时候 就会造成股市 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容易涨上去了 那股市卖压比较重 主要就来自于今天 最主要就是银行股吗 今天银行股真是倒到一片 大家如果有买银行股 可能就可以稍微转换一下自己的标的 那我们刚刚特别讲到说 这次房市上涨的是什么 台积电效应吗 那如果房市不涨台积电会不会继续盖场 还是会啊 所以其实台积电还是会继续盖场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到底哪些有没有台积电的设备股可以去做 像之前我们看到的万润 有没有红硕有没有其实都涨很多 甚至前几天的星云也涨停 那今天还涨到什么 今天涨到有微科嘛 有没有看到我们红海集团 泛红海集团有微科 像之前的迅心百捐业都很强 G2CM前面也很强 所以你其实看房市盖 银行股虽然全倒 可是台积电设备股还是强 那就表示说 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台积电效应到底可以带动哪个 除了银行股半导体设备股之外 后续有没有一些专门给台积电 供应台积电盖厂房的一些设备 或是一些银件题材 大家都可以去看 像是什么钢材啊水泥啊等等 最近其实亚宁也蛮强的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那如果想要拿到这些表格 你得到这些资讯可以去哪里看呢 就要到大亨老师的LINE 以及订阅大亨老师的个人频道 那今天财经急事通 我们就到这边了 拜拜 拜拜 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